在做Roblox遊戲的時候 對方選的韓式百事不得其解嗎? 今天這部影片我將帶你了解使用方選韓式的好處 讓你的程式碼好讀好懂好方便 哈囉大家好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lox遊戲卻苦於英文能力 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個頻道裡我將每個禮拜上傳 一到兩支Roblox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遊戲與功能實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先來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囉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給你同樣熱愛Roblox的朋友知道吧 首先什麼是方選呢? 我們拿你生活中的例子來說明 大家都考過試吧? 想一下你拿到的考試卷是怎麼被做出來的 正常情況下我們拿到的考卷都是一模一樣的 老師出考卷的時候不可能用手拿筆寫好幾張同樣的考卷給同學對吧? 而是會先做好一張考卷 最後再用影音機把考卷印出來 相信你還是不太能夠理解 我們直接來看程式說明 在這個例子中呢 我們先到WalkerSpace遊戲場景中 新增兩個part 分別取名為CubeA和CubeB 在CubeA和CubeB裡面都新增一個PointerLight PointerLight是用來做光源效果的 再到ServerScriptService 再到ServerScriptService 新增一個Script 將它取名為FancyCube 最後在Script中先定義出遊戲場景中的CubeA和CubeB 接下來我想要直接在腳本中 修改CubeA和CubeB的顏色和燈光效果 這些是我的程式 大家可以先暫停影片 將程式打完之後再繼續 在程式中我分別對CubeA和CubeB裡面的 BrickColor 顏色屬性進行了修改 一個藍的一個綠的 之後我也對CubeA和CubeB底下的PointerLight光源效果中 Brightness亮度和Color顏色屬性進行修改 CubeA會超亮並且發紅光 CubeB會比較沒有那麼亮 而且發紫光 我們不會用到遊戲角色的情況下 按下上方的Run或你鍵盤上的F8 直接執行程式 你就可以看到CubeA和CubeB 都跟我剛剛說的是一樣的 就代表你程式都答對囉 這又跟我剛剛舉例的考卷有什麼關係呢? 你有發現在整個程式中 在做的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對某一個Part進行顏色 還有光源的修改 這整個程式就跟我剛剛舉例講到的 老師用手拿筆寫好幾張同樣的考卷給同學 是一樣的事情 明明有影印機可以用 為什麼要自己不斷做同樣的事情呢? 接下來就要寫一個Function Function有這種寫法 但我就只介紹我最常使用的寫法 Function 接下來加韓式名稱 FancyCubeA 左右刮弧 在右刮弧後面按Enter 下面的end結尾會自動幫你打好 前面呢可以加或不加Local 來定義成區域或全域 這個我之後介紹變數會再說明 這邊我們統一使用Local 這邊呢我寫了兩個Function FancyCubeA和FancyCubeB 我們把剛剛下面寫的程式搬進來 這個時候你按下Run 你會發現剛剛的顏色效果都不見了 這是因為 Function函式在程式中 你除了把它建立出來以外 你必須呼叫它的名稱 它才會執行從Function開頭到end結尾裡面 這一個範圍的程式 我們要怎麼呼叫Function呢? 我們都知道程式是從上到下 一行一行執行的 當你要呼叫Function的時候 你必須在你已經建立完之後 呼叫Function的名稱 要記得加左右刮弧 程式才能找到你要呼叫的方選 那我們就在這兩個方選建立完之後 呼叫他們 按下Run執行 你就能看到原本的功能又出現囉 但這樣沒有比較好 因為我們還是沒有解決我們的程式 一直在做同樣功能的問題 不過我們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先來講第一個使用Function函式的好處 這個好處就是不怕自己或別人看不懂這些程式在幹嘛 如果我把方選和這些註解給去掉的話 就會長這樣 老實說 如果你第一眼看到這些程式 就有辦法馬上理解這些程式是在做什麼功能的 現在就幫這部影片按讚 讓我知道你是一個超厲害的scriptor 不知道的也沒關係 因為你正在看這部影片 看完之後 不僅你自己一眼就能理解 還能夠讓第一次看到你程式的人 馬上就知道這些程式是什麼功能 我們在幫方選命名的時候 要想好這個方選的功能是什麼 在命名時就把解釋也放在裡面 比起寫一大堆的註解 倒不如養成一個良好的取名習慣 我現在建立一個新的方選 叫它圈居cubed to fancy 這個名稱就取得很好 因為翻譯過來就是把cube變得fancy 這樣的取名如果我第一眼看到 就能馬上知道這個方選就是將某一個方塊變得很夢幻 講完方選的第一個好處 賦予程式一個嚴簡易害的解釋之後 接下來就要講到第二個好處 減少經常重複的程式 我們已經知道了fancycubeA和fancycubeB 這兩個方選是各自負責把cubeA和cubeB變得fancy 但這兩個方選裡面的程式 除了改變的object是不同的以外 其他都是完全相同的 這個時候就要講到學習方選時 就一定要講到的primiter 參數 方選就像是一台機器 例如前面講到的影印機 你要使用影印機的時候 一定要告訴他要印哪一張考卷 這張考卷要印幾張等等 哪一張考卷和印幾張就是所謂的參數 在changecube to fancy這個方選中 我要告訴這台機器 要改變哪一個cube 方塊要變什麼顏色 光源的亮度要多亮 光源的顏色是什麼 這些就是我的參數 我們在建立changecube to fancy這個方選的左右瓜糊裡面 輸入參數的名稱 打cube cube color brightness 和light color 記得我們用豆點來隔開這些參數 這就代表了這個方選總共可以傳四個參數進來 分別代表了要被改變的方塊 方塊改變的顏色 光源亮度和光源的顏色 要記得這些名稱 就只是一個名稱 是用來告訴你 程式呼叫這個方選的時候 輸入對應位置的數值 這些值呢 是用在哪一些地方 接下來把facecube a裡面的程式呢 全部複製貼上進來 我們來做一些修改 首先是cube a 現在我們呼叫這個方選的時候 不會只是改變cube a 而是會根據呼叫時傳進來的第一個參數cube 來進行修改 等號後面的值呢 也要進行修改 同樣的現在會根據傳進來的參數進行變化 分別是cube color和brightness亮度 light color光源的顏色 接下來我們直接呼叫兩次change cube to fancy 要記得我們呼叫了這個方選呢 就要輸入對應的參數進去 第一個參數cube是被改變的方塊 輸入cube a 逗點 第二個是光源顏色 我們複製下面的brick color 點blue這一行 同樣逗點 第三個是亮度 100 第四個是白白 第四個是light color color3 from rgb 這一行 第二個也是一樣的道理 參數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跟這兩個方選說白白 我們按下run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只有用了同一個方選 就能改變對應的object 這就是方選的第二個好處 減少經常重複的程式 這邊要稍微提一下參數的限制 當然參數是沒有限制的 你想放二三十個當然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最大的問題在 如果你的這個方選 在未來有更多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讓cube飛起來啊 有例子效果啊 你所需要的參數就會越來越多 我的習慣是只要這一個方選 裡面用到的參數 用到三個以上 我就會用table 把參數包起來 這樣參數就可以減少到兩個 table我應該會在講 module script或datastore的時候 會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想看的就不要忘記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這邊就簡單講一下table 我們先定義一個變數 然後等號後面呢使用大瓜糊 來表示這是一個table的形態 左右大瓜糊呢是一個大金庫 裡面有好幾個小金庫 這一整行呢就是一個小金庫 我們用豆點呢把每一個小金庫來隔開 等號的左手邊呢是金庫的鑰匙 等號的右手邊呢 則是小金庫裡面的東西 當你需要在大金庫裡面找東西的時候 告訴程式你有哪一把鑰匙 然後要在哪一個金庫裡面找東西 這個我們待會就用到了 我們把下面呼叫圈區cube to fancy 這個裡面的參數呢 改成我們上方定義的table 呼叫這邊改完了上方的function 裡面的參數呢也要改成剩下cube 和cube data 當然這個名稱你可以自己取 你會發現我們原本取的這些參數的名稱 下面都出現了局限的錯誤 這是因為原本的參數已經被我們刪除了 而被統合成了cube data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從cube data這個table的參數裡面找東西 今天我們的table呢是一個dictionary字典 你可以使用以下這兩種方式來把table裡面的值找出來 第一種就跟我們找upgen裡面的屬性是一樣的 我們直接使用點來找出這個cube data底下的值 這邊呢要記得改成大寫 因為我們下面定義的是大寫 改完之後我們按下run 同樣我們的程式就會完美之心了 第二種是使用中瓜糊裡面篩入你要找到的某一個值的字串 同樣那你要使用哪一種方式呢 我推薦使用第二種使用中瓜糊的使用方式 因為隔了一段時間之後你回來看這一段程式 你一定會知道使用中瓜糊的這個cube data呢是一個table 而第一種寫法呢可能會被你誤認為是在找一個object裡面的屬性 既然我們能將參數輸入進來我們的方選裡面 那我們能不能從方選裡輸出某一個值出去呢 當然也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方選的回傳值returning values 我們在方選裡面使用return來表示要傳出某一個值 我們可以用豆點呢傳出多個值 我現在希望他把cube這個object的名稱給傳出去 我們看到呼叫方選的這兩行 我們現在直接將這兩行包在print裡面 我們按下run執行 你就可以看到右下角的output視窗呢顯示了cubeA和cubeB 也就是他們兩個的名稱 return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只要return這一行被執行了 這個方選呢就會直接結束而不會執行接下來的任何程式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方選裡寫一個if判斷式 我們判斷如果這個cube的亮度也就是brightness小於50的話 就直接return 如果你不需要傳出任何東西那後面就不需要加 我們按下run 你可以看到這個cubeB呢沒有變色 這是因為他在table裡面的brightness亮度是小於50的 return之後他自然下面的程式也不會執行喔 使用方選還有很多好處 例如能使用module script讓相同功能的程式碼 能夠在不同的腳本裡面執行 這些我們有機會再出一支影片來詳細講解 最後我們可以來看官方API的任何一個object 基本上這些object呢都存在著一些方選 像是find first child 他就有告訴你這個方選的說明 這個方選能夠做什麼 要輸入哪一些參數 哪一些是必須的哪一些不是 這些參數需要的型態是哪一種 他的回傳值會是什麼 學習使用API呢是做robus遊戲的必經之路 如果你看不懂英文你也可以使用google翻譯 雖然會有一些不準確 但總比不看不學還要來得好 各位觀眾今天學會方選之後 你認為你能怎麼使用方選 讓你的robus遊戲變得更好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別忘了幫這部影片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囉 我是克拉克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請按讚